这个是我们的液态款B3 8i5的勾边机 那个B3的话 咱们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这有同时可以有三块把来支的带子 那个8i5的话 咱们代表的是咱们有效宽幅 有效支带宽幅可以达到825毫米 也就在825毫米范围内可以支 它你所支的那个带子 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话 它是这个最新款的 那个既时间和既产量的技术器 那这里咱们是一个调速装置 这边就是总开关 这个地方的话是属于我们的现在一个温控装置 温控装置就是我们这台机可以边支带边定型 这个是我们这一款勾边机的这个技术器 然后它这上面所显示的今日产量 就是说这台机一共开了多少米袋子 那开机时间是这台机的话 就是运行了多少时间嘛 好 然后这个停机时间的话 就代表这台机在停机状态 通电状态 但是没有开机的 它的时间是多少 然后机台转速是根据这个机台的 这个实际的这个实时运转的时候 它会显示实时运转速度 好 那这个是我们主页面 那我们统计页面有两个 统计页面有个今日页面 今日页面 今日页面里面有的是今日的产量 就是米数产量 今天的开机时间 也就是通电时间 今天的运行时间 也就是机台在支带子的时间 在运行的时间 那还有一个断杀时间 也就是这台机今天如果断了杀线 停在那里断了杀线 然后没有去处理的话 只要总共的断杀时间 断杀灯亮的时候 它一定会去计时 你一共断杀时间有多长时间 那这个累 那这个累计的话 累计是这样子 累计的话也就是说 跟这个今日是一样的 只是把每一日的这个产量会累计进去 那这里是有两个清零 如果说你这个记录已经超 已经超路下来以后 你不需要 你可以按清零 可以按清零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设置 设置功能 设置功能 那第一个是线程 线程的话也就是说代表着你这台机开多少条袋子 比如说你这台机开十条 那你就输入十 你就输入十 那你如果说你开S条 你输入S 根据实际情况 那你每一条袋肯定会有个弹力比 弹力比的收缩 那你比如说你一米袋子收缩成0.5米 那你就是说500比1000 那你如果一米袋子收缩为60公分 那你就输入是600比1000 也就是说你这条袋子的松紧 那有了条数 有了你这袋子的松紧比的话 那它实际计算出来就是你这条袋子的实际生产产量 那这个滚径68毫米是我们机台这个收卷的滚径 所以我们出厂设置好了 你们就不用再设置了 那这个一尺的话也是一样 我们那个感应比例 这属于一尺也就不用再设置了 那这里会有一个中文跟英文的切换 那如果说你点一下 那个英文就来了 那就是英文 英文的界面其实跟中文界面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它的显示的是英文 好 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调速器 那调速器的话就根据你的这个实际的需求的速度 去调整增大或者减小 那它是在机台运转的时候会实时显示 所以说那你在机台开起来的时候 是可以去调这个调速的时候 还可以实时显示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台机的那个 自带电烫加热定型的那个控温器 空温器部分 空温器部分那我们的这个不论开关 那如果说你启动的时候 那这个空温器就开始工作 那可以我们的那个后面的加热装置就开始加热 那这里的话是有预设温度的 就比如说像我这里是设置的是200度啊 这到200度的话它达到200度 它就会自己就会不再继续加热 那你如果说你需要的温度更小 比如说你需要100度啊 或者说150度 那你就设置成啊 150度那就它就会到150度就会停下来啊 那你需要200度你就设置200度 因为那个带子我们正常来说 需要最高200度就够了 因为太高温度会把带子瘫坏 那么正常200度 它达到200度的时候 它就会停下来 那到这一边的话 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个机台的控制开关部分 控制开关部分 这里的话是机台的手转啊 手转的话是需要用这个手转轮 那咱们这里的话是咱们的三色显示灯 这个指示灯的话 红色可以代表是停机 橙色代表断纱 绿色代表运行 好 那咱们这里就属于我们的机台的送胶装置啊 机台的送胶装置 前后啊 双送胶 可以控制这个 更好的控制这个送胶的这个速度啊 弹力 然后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收带啊 收带部分 收带组 收带组的话 我们这里是有增加的这个旋转装置 让这个带子更顺畅的过来啊 然后我们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这台机台是可以编织啊 编织带子 编定型 这属于我们加热定型的一个装置 机台是边生产带子 边定型 边烫带 那这个是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有这个两个烫带组 两个烫带组 我们这个带子呢 就是这样可以从这里过来的话 是是双向烫带啊 在正面跟反面可以同时对这个带子进行加热定型 加热定型的话 那那它的温度基本是可以达到高的话200多度 但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可能是100多或者200多度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做调整 那我们的机台是属于停滞状态的时候 是这一面来接触带子 就是说这一面是低温状态的 接触带子 是保证带子不会被烫坏 那如果说我们启动的时候 我们的机台就会 好 就会反转过来 让这个高温面会接触到带子 让带子来产生这个与这个高温面接触 让它定型收缩 达到你的一个预设的预缩效果 如果我们停机 它又会把这个低温面反过来 让这个带子免受高温烫带 不然长时间烫会把带子烫坏 所以这个是可以全自动的 根据你的实际需求 调温度 好 跟调速度 让这个带子能达到 出带以后就达到预缩效果 好 这条带子就是我们刚才这台机在织的这条带子 那它就是边织边定型了 边织边定型 织完以后这个带面的平整效果 跟这个预收缩度 已经预收缩过了 然后说是我们这台机的话 比如说这是织了一条带子 这条带子是4公分的 那我们这个机台整个左右 这个有效织带宽幅 从这边的 这边的有效织带宽幅到这一边 两边的有效织带宽幅是 825毫米 就是82.5厘米 那我这条带子是4公分 也就是从理念上来说 可以在这条 在这台机台上可以直4公分的 达到起码达到20条带子 也就是说 在有效宽幅范围内 除以你的这个每条带子的宽度 然后再加上每条带子之间 稍微有点间隙 那就等于你这台机实际生产了 带子的条数 好 但是这样子的话 那比如说像 我们这台机的话 生产了一条4 生产了一条4公分的带子 然后它这台机属于B3 825 然后15帧 它这里15帧是什么意思呢 15帧也就是代表着 我们的每英寸里面 可以有15根金线 15也就是相当于15根钩针 那我们如果要确定 我们这条一条带子的 一条带子 它的这个疏密程度 它的疏密程度 也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针 每个钩针之间的距离 每个钩针之间的距离越近 那它的这个疏密程度 就是越西或者越密 那这台机是属于15帧的 那15帧也就是说 代表着每英寸的距离里面 有15根钩针 也就代表着15根纱线 15根这个金线 所以说我们确定机台 是多少针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量一英寸里面 有多少根 多少根这个金线 这台机器我们就能知道 它是多少针的了 或者这条带子 它是多少针的机台 也知道了 好 那我们这样子走动一下 看一下这个机台 它是你看 它每钩针每循环 这个钩针每循环出来一次 金线从钩针的左边 左边绕到它的上边 然后从左到上 右的一个弧度的绕行 然后让钩针勾完金线 做一次回钩 回钩以后退完线以后 钩针再次出来 再次出来 然后金线绕的钩针 再一次的绕弧动作 同时尾针也在做左右的摆动动作 这样就形成了每一尾 每一次循环一次 就代表每一尾的完成 那这样带子就是每一尾 每一尾的支出了 这种好 我再转一圈 你再摇慢一点 你跟他 赞情 这种同类别的这个带子 还可以织一些像这种比较 比较小 这个是安伦配尼龙的材质织的 这个带子是非常柔软非常漂亮 好 看这个可以织一些这种无弹力的带子 像这种带子 好 这种其实这种带子是没有没有有象径的 它支的是无弹的做的是一些胡装辅料上面的 好 还有像这种类似于这种绷带绒面 绷带绒面 这种弹力非常好 但是它的面上是有一点绒的效果的 像这种也是比较常规的一种 但它是一种 也是一种的白色平面带 但它有穿插了两条这种建设进去 这种是一个装饰 这种是比较常规的用那种B3的机器支的 好 那还有很多产品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做开发